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跟莉莉老师一起去画画 今天呢老师继续教小朋友们画一个动画片 是海底小纵队里面的人物叫做 章鱼教授 好 我们首先呢要拿出一张纸来 跟老师一样我们把它对折 然后呢再对折 最终之后啊 跟老师一样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纸啊 是一个十字形十字线对不对 我们这个小章鱼呢 就要在这里面开始画啦 那章鱼有几个手啊 小朋友们知道吗 好 那如果他要伸出手来 是用哪只手先跟你握手呢 好 我们这个章鱼的头呢 怎么画呢 它是一个圆形是不是 好 我们在这个十字线的两边 我们点点好不好 我们左边这样点一个点 其实右边呢 它也有一个点在这儿 好 点完点之后我们来画它的头 它头啊其实挺大的哈 这样的 哎 画一个圆 到中间的时候呢 我停一下 停一下之后 我再到这边来 再这样连上哈 这是一个大半圆是不是 然后我的小章鱼呢 很可爱是不是 这个章教授呢 它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个带子 是不是 所以呢我这样 哎 画一个 这样的形状哈 横线 然后竖线 横线 右边呢 其实也有一点 我这样 横线 竖线 横线 哎 就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之后呢 这个章鱼很漂亮 是不是 中间它有一个蝴蝶结 它的衣服 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我就在这个 竖轴偏右一点的地方 画一个蝴蝶结 看起来就在它这个 同一个横线上哈 我这样画一个 哎 什么呢 方形 是不是 其实是一条横线哈 但老师没有那么做 然后右边呢 我这样的 画上来一个半 然后连上 下边呢 我也画一个半 哎 到这 然后呢 我就没有画了 为什么 一会儿我要画章鱼的手哈 左边怎么画 左边我也是在这 哎 这样连上 下边呢 这样连上 我也是哈 这样画一个半 我就不再画了哈 为什么 因为小章鱼很调皮呀 它在伸着手 它的手怎么画 我们先来画它第一个手哈 它第一个手刚好是这样 哎 穿过我的蝴蝶结 在这 好 之后呢 从哪儿下来 从这儿下来 这样 哎 到哪里去 到这个中间来 好 这是它的第一个小手 它左边的小手 也是这样的哈 怎么画 从这里 这样的哈 从这儿过来 然后呢 我们是这样哈 从这儿 穿过它的蝴蝶结 这样 然后拐个弯 下来 然后又回到哪儿 回到它中间这个地方哈 这是它第一个小手 嗯 好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地方连在一起哈 是不是啊 它的蝴蝶结呢 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上面蝴蝶结画几个半哈 它添加的更加好看 好 章鱼的小手出来了 两只小手 还有几个呀 是不是有八只啊 那我们继续要把它的小手们都画出来 它其他的小手在哪儿呢 都在这里面藏着呢哈 我们接着来画 画它另一个小手在哪儿 在这个地方 你看 它连线的地方这样 哎 下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这样 也是下来 之后我们把它画得细一点 然后在这里面 哎 这给它画出来 这样连上哈 然后前面呢 是个弧线 这样下来 哎 好 这是章鱼的另一个手 是不是 其实它还有一个手躲在里边了 那怎么办 它俩挨得很近 很近 很近 就是这样连在一起 然后呢 在这儿也是这样连在一起 哎 好 这样伸出来 我这把它画回来 是不是 它这两个 两个小手挨在一起了 是不是 好 之后在这儿呢 之后在这儿呢 我再这样 哎 再画一个 这个更调皮 整个就躲进去了 是不是 好 它左边呢 也是这样画 老师在它这个 蝴蝶结的这个地方啊 这样 哎 画下来 一根弧线 然后在它的这个 小手的上边啊 这样 哎 是不是 这样也跟着画下来 然后到下边的时候 它会使它变细 这样再画一个弧线上来 然后这样下来 然后这样下来 然后有个弧 这样连在一起 是不是 它的小爪子 是不是 小手 好 它另一个呢 跟那边一样 被挡住了 所以呢 我们它也离它 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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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办 挡住了哈 但是它会沾哪儿出来呢 因为它的爪子很长 所以从这儿出来 好 之后呢 它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小爪子在这儿 也是很调皮哈 然后被挡住了 我们把它也画出来 现在是不是这个章鱼啊 它的好几个爪子 我们都画出来了哈 它的小手 好 我们现在要画什么 那我们数一数 我们有够数哈 1 2 3 4 5 6 7 8 好 章鱼又8只小爪子 老师已经都画完了哈 那现在要画什么 画它的眼睛啊 很重要的眼睛 是不是 那眼睛在哪儿 肯定是在中间咯 所以老师呢 在它的右边 首先画右边哈 靠近这边 这边线的地方呢 我先画一个眼睛 这样画一个圆圈 然后呢 在它的左边 我再画一个圆圈 看起来哈 我们可以用笔 这样聊一下 大概 大概是这个位置哈 然后上面的大概是这么高 是不是 然后呢 这样画一个 我们先画一个眼睛 画圆一点 然后这个眼睛呢 里面我再给它画一个小小的圆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 有黑色 是不是 有白色的 然后这样 两个match在一起 但是没有都涂上 是不是 它有一点点的那个 高光 是不是 就是它的白眼人 是不是 这样给它留一点 会看起来很亮 是不是 好 这小章鱼的一个眼睛 另一个眼睛 老师同样的给它 哎 留出来一个白色的部分哈 好 是这样的 其他的地方呢 我就把它涂上 好 涂完了之后 不知道小朋友们 看了这个动画片之后 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章鱼教授 他是戴着一个眼镜的 是不是 那他的眼镜怎么画呀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他的眼睛外面 再画一个圈呗 再画一个圈呗 那怎么画呢 看 看老师啊 再贴近这边眼睛的地方 我画一条线 这样的 弧线 然后呢 这边呢 哎 我尽量的把这边画大一点 哎 这样 画完之后呢 我把这根线这样连下来哈 小朋友们看哈 我怎么连呢 就这样连下来 然后呢 其实他的眼镜是在外圆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是这样挂在上面的哈 挂在身上的 是不是 然后这是他的眼镜的一根线哈 好 之后我们画完之后再看一看 我们两个眼睛有没有哈 有没有不一样 因为这个呢 他的眼镜 一个眼镜是戴眼镜的 所以就显得他有一点长 另一个眼镜呢 没有戴眼镜 所以看起来就有一点一点圆 是不是 好 现在老师把这个章鱼的两个眼镜都画完了 之后要画什么 画他的鼻子和嘴 是不是 那鼻子和嘴怎么画呢 就在他中间的这个地方哈 我画一个凸起的 凸起的半圆 然后把它下边呢 也这样连上 是不是 有一点点像椭圆线 然后之后呢 上面画一个横线 再画一个横线 但他有一点点糊哈 然后这样 哎 下来 下边是直线 是这样的 他的嘴呢 下边是张开的 这样 哎 很可爱 是不是 他很happy 他这嘴是这样的 很开心的样子哈 还有什么呢 章鲨鱼的头啊 也其实很可爱哈 他头上有什么 有这样的 大大的 还有圆圆的 小小的 是不是 他身上的花纹 他还有什么 他还缺了两颗耳朵 对不对 那他的耳朵是 这右边有一个 哎 这样的半圆 左边呢 也有一个 还有一个稍微 立起来一点 这样的 哎 好 这个呢 有一点点尖 有一点点圆 是不是 他两个耳朵 不一样哈 是不是 然后把他耳朵呢 略微 加粗一点 好 这边呢 我也略微的 加粗一点 还有什么 他的头 我也加粗一点 因为我想突出一下 他这个边缘线啊 因为老师这个笔很细 是不是 嗯 然后把他这样 略微的加粗一点 我还是换这个 粗一点的笔 这粗一点的笔啊 画起来比较方便 画这种边缘线 哎 好 这回他的耳朵 我再加粗一点 左边也是 好 这样呢 看起来就 好看多了 是不是 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把它涂上颜色 不知道 在小朋友的眼里啊 它是什么颜色呢 老师看动画片 好像是粉颜色的哟 是不是 那我们就来 赶紧拿出 粉颜色的笔 来把它涂上吧 好 老师从耳朵开始 拿出粉颜色的笔 好 耳朵 涂完了 还有它左边的耳朵 这样 好 为了有呢 颜色的变化 所以呢 老师啊 要取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这个粉颜色 想涂在这里边 涂在它头上哈 这个小 这个有斑点的地方 然后让它看起来呢 不一样哈 还有什么地方 还有它嘴 这里面 我可以涂得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它的鼻子很可爱哈 好 其他的地方呢 我继续用刚才这只粉色的笔 我来把它涂上颜色 涂的时候呢 要慢一点 虽然它是面积比较大哈 但是呢 老师说还是要慢一点的涂 因为它 因为它还有小手手在 对不对 如果把它的手手 涂得太快 涂出去了也不好看哈 当然了 它的这些手都可以涂上同一个颜色 但是它下边这个 哎呀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哈 涂的时候还是要认真一点 然后呢 那像老师一样 把笔如果放倒了的话呢 这样的 就会涂的面积大一些 好 这样 还有就是切记哈 就是不要在一个地方重复的涂很多遍 因为涂很多遍 我们就容易把纸给涂坏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要啊 就是涂的时候 不要走在一个地方蹭啊蹭蹭啊蹭 是不是 好 好 还有它的里面呢 这个眼睛的里面呢 它是粉颜色的 好 我留出来一个圈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要把它涂上蓝颜色 所以我留出来了一点空 我一会儿会把它涂上蓝颜色 好 这样 其他地方呢 我们来继续的涂 它的蝴蝶结呢 它的蝴蝶结呢 我也会涂上蓝颜色 所以呢 我会避开它的蝴蝶结 是不是 好 继续涂它的小手手 小朋友们还没回答老师哈 如果我要跟八爪鱼 跟这个小章鱼来握手的话 嗯 那它先出哪一个手呢 有哪个小朋友知道呢 它会出哪一个手来跟我握手呢 我想在小朋友心里一定有了各自的答案 但是老师的答案是呢 老师的答案是 无论它哪一只手先出手 就是哪一只手 是它的前面的手 对不对 它先伸出哪一只手来 哪一只手就是它前面的手 是不是 好 我们接着把它涂完 它这个粉颜色的张教授啊 张鱼教授真的是好可爱啊 很粉嫩嫩的 好 涂它每一只手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哈 我们不要把它涂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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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着涂 竖着涂都可以 只要我们不把它涂出去就好 好 老师现在呀 把它基本上这个整体啊 八爪鱼呢就 这个小张鱼啊就涂完了 涂完之后呢 但是我们还要注重一下细节 细节是什么 比如说呀 它的眼睛啊 是个什么颜色呀 它戴着一圈眼镜 所以老师选了一个蓝颜色 它涂在这儿 上边 它有一个眼镜是不是 然后一直穿到下边的这样 有一个眼镜 然后呢 它身上的这个领结啊 这个结很漂亮 是什么颜色的 蓝颜色的是不是 所以把它涂上蓝颜色 小心一点哦 不要涂到外边 好 然后它两边的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选择一个 比较再浅一点的颜色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更浅一点的颜色 涂在这儿 涂在这儿 好像没有更浅 但是它有不一样 好 选择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PINK 把它放在这儿 好 现在呢 老师的这一个 这个章鱼小教授呢 就已经画完了 不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它呀 有没有学会呀 有没有觉得它很可爱呢 如果小朋友们喜欢这部动画片的话 喜欢这个章鱼教授的话 就请给老师点赞和订阅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视频更新啦 好 这一期先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